在蔡英文政府执政六年多丟掉八个邦交国之后 外交部最近宣布将在加拿大的蒙特罗多设一个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就等于一般国家总领事馆或领事馆的功能 对照过去这几年 蔡英文政府他在法国的普罗旺斯设了一个办事处 其实引起不少的非议 因为那个地方的业务量还有它的重要性 确实不太值得设一个办事处 可是这一次在加拿大的第二大城 人口有170多万的蒙特罗要设立一个办事处 这样的做法我相信就会得到比较多的支持 今天就要很快地来谈一下 到底中华民国在外交的困境之下 在世界上这些地方设立了不管叫代表处还是办事处 到底应该怎么抉择比较好 我们先看看加拿大这一次的例子 蒙特罗我刚刚说过了 是加拿大第二大城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城市 而且如果各位去看一看的话 蒙特罗他有很多国家在那边设立了领事馆 所以台湾在那边设立了办事处 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 在蒙特罗进行更多的互动 第二个台湾跟加拿大的经贸关系还算是不错 而且加拿大最近的整个政治氛围 是相对比较不喜欢中国大陆 因此更亲近台湾 虽然说加拿大依然秉持他的一中政策 而且不会与中华民国重新恢复邦交 所以从经济上跟政治外交上来讲 加拿大政府当然也欢迎中华民国在蒙特罗多设立一个办事处 这个对于双方的经济还有政治外交的互动来讲 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可以算一下 中华民国现在在加拿大已经有三个代表处加上办事处 代表处也就是大使馆设在沃泰华首都 另外两个办事处一个是在西边的沃泰华 一个是在比较偏东岸的多伦多 所以这一次第三个办事处会设在蒙特罗之后 我们看到对于人口两千多万的加拿大而言 中华民国会在那边设立第四个办事处 或者叫做领事馆 这个三个我刚刚讲除了沃泰华在西岸之外 另外三个不管是代表处或办事处 其实它的距离非常的近 从多伦多到沃泰华到蒙特罗 其实一天开车都开得完 甚至有人开玩笑叫做三个地方一日游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思考一下 就是在这么密集的地方设立三个中华民国的 等于是准官方机构到底适不适合 前面我说过了一些好处 可是后面当然会有一些可能需要蔡英文政府在思考的地方 比如说在这三个地方 它的辖区接壤的非常的密集 那么他们的业务分工甚至包括像领务 像签证、护照、认证等等的分工 是不是可以分得那么清楚 另外在这些地方 有些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侨物 甚至有些它的这些经贸之外的事物 也不是那么的频繁 是不是能够用其他的单位去监管蒙特罗的业务 这当然也值得思考 不过外交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对错 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外交处境比较艰困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能够多设一个处就多设一个处 但是另外一个 我们也必须要思考一个比较不好的点 就是中华民国的外交资源有限 而且在很多的地方需要拓展这些民间的关系 加拿大当然对中华民国来讲是重要的 可是在加拿大之外 还有很多中华民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与他们多接触的国家或者是地区 现在看起来在整个北美地区 已经有十几个 而且是超过十十五个的办事处代表处 设在美国跟加拿大 超过了中华民国在海外的十分之一以上的海外关处数量 这样子资源的集中 到底是因为外交走不出去 所以只好找那些跟中国大陆关系比较 暂时不是那么好的国家 西方国家一个一个小小的突破 或者说是现在的政府 它的外交战略就是重视这些西方的自由民主的 美国盟棒 其他的就算了 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 甚至请教蔡英文政府的 总之 在加拿大多设一个蒙特罗办事处 它的利弊当然都有 我们也希望政府在设了这个办事处之后 未来可以定时的检讨 因为还是那句话 外交资源有限 如果蒙特罗办事处的功能不胀的话 也希望政府赶快可以把资源挪到其他外交的战场 因为外交我们并没有本前继续的等待情势变迁 我们在被动的阴影 所以蔡政府应该要聪明的主动的出击 这才是最好的策略 请订阅按赞分享 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